部長好 那我想請教是除了兩類口服藥之外 那那個瑞德西韋的用量如何 然後進來還沒有瑞德西韋會再進口進來 第二個問題是想請教說我們國內其實這連續5、6天 大概單日的確診便利都是6萬上下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的檢驗量能達到一定的程度嗎 那還是說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有說月底可能會達到高峰 低推估至少是10萬 那我們現在一直一直都是6萬的狀況 所以整個趨勢上面的預估有沒有一些變化 還是其實這是量能造成的一個就是瓶頸 謝謝 那個你剛才所提到瑞德西韋的部分的話 那的確最近所有的使用的藥物都有增加 那瑞德西韋的部分的話 我們的確也在增加 採購當中 那我想增加的增加的這個速度 的話 我們會加快 對 我們也再三說明在目前 未來可能會有 因為每個國家在大量感染的時候都有這種 所謂 這是他的疫情的規模 會受限於他的一個 檢驗的量能 那臺灣現在目前有沒有這樣的情形 那在前兩天或前幾天一直都有問我這個問題 我一直在回答就是說 我們的最大量能 是22萬 如果他到達了超過7成以上的話 那我相信 這樣的情形就會產生 那到目前我們每天檢驗大概是8萬多到10萬 那這樣的時候還沒有達到那樣的一個飽和量能 所以可能性相對的低 那這6天都維持大概在6萬多 是不是已經到了我們的頂峰 我想還這樣來 現在就這樣來判定 恐怕太樂觀 還要再觀察幾天才能夠比較清楚